埃尔多安上述表态引外媒关注 美联社 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建立了表面上的条约关系 但埃尔多安被视为越来越接近俄罗斯和中国 土耳其和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增进双边关系 土方不允许任何人挑拨土中关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二日访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举行会谈 埃尔多安的上述表态引发外媒关注 美联社称 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建立了表面上的条约关系 但埃尔多安被视为越来越接近俄罗斯和中国 俄罗斯卫星网称 这是继六月中旬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亚信会议后 中途两国领导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 德国之声一日在埃尔多安访华前发表的报道中称 中国的新疆政策是中途的矛盾点之一 埃尔多安二日在会谈中表示 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新疆地区各民族居民在中国发展繁荣中幸福的生活是个事实 土方不允许任何人挑拨土中关系 土耳其坚定反对极端主义 愿同中方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安全合作 据土耳其沙巴日报二日报道 埃尔多安在会谈后表示 我相信土耳其和中国在加强合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两国在丝绸之路相连的古代文明中有一千多年的友好联系 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发生在全球和平与稳定的考验增加之际 加强土中关系也将为地区和全球稳定做出巨大而多样的贡献 俄罗斯卫星网二日引述土耳其祖国党国际关系局领导理事会成员尤瑟夫通切尔的华称 双边贸易关系 土耳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维吾尔族人问题是埃尔多安此次访华的主要议题 他说 土耳其政府在维吾尔族人问题上将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精神 在叙利亚问题上 土耳其将加入到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中来 承认叙利亚合法政府 该专家称 土中关系在不久的未来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两国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可能获得迅猛发展 与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道 土耳其未来可能采购中国第五代战机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